她是一个疯狂的怪才 她演绎了小人物的幽默 是创造还是模仿 十五年歌手生涯 她默默无闻 十五天临时角色 她一夜成为 是演技还是运气 影视演员黄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差点的人 但有多么好 我自己不敢说 你要去演一个人太难了 你把你自己变成这个人 就容易了 比如说我演了个 老板是演一个像黄渤一样的老板 演一个服务员是演一个像黄渤一样的服务员 演一个民工是演一个像黄渤一样的民工 还有的人认为我长得很帅 我不知道看久了都还行 看久了算不难看 他自个儿觉得挺帅 他可能长得是稍微比我要 要磕上一点 他都会把他很快地变成他自己的可以拿来表演的一种方式 这个人物可爱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条件 让大家喜欢这个人物 他不是一看就各样你 你长得再帅 没用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天生的做演员的人 2006年 一部名为《疯狂的石头》的影片 以其全新的电影语言可表现手法轰动一时 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 也创造了国产小成本电影的票房神话 影片中最抢眼的角色并不是主角 而是作为配角的笨贼黑皮 他那不动声色的冷幽默 略显夸张的形体动作 和一口充满喜剧色彩的青岛话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许多精彩对白 也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人们也由此记住了 这个名叫黄渤的演员 凭借在《疯狂的石头》中的表演几乎是一夜之间 原本默默无闻的黄渤 一夜成为国内最知名的喜剧演员之一 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主角 应该说黄渤是幸运的 大量像他这样的演员 或者想当演员的人 其实是找不到这样的成功的机会 对我来说 我能在这个小角色里边永远有余 大家能肯定 我觉得挺好 是不是现在黄渤那样 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了 在《疯狂的石头》之后 黄渤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当中 虽然他已经迈入了明星的行列 但是他饰演的角色却无一例外都是小人物 影评家认为黄渤的这种夸张而平民化的演技 开创了小人物表演的一个新模式 我觉得黄渤现在一出现以后 给人家马上就联想到两种人 一个是社会底层的农民工 或者是没有职业的人 他不是这种脸谱似的 说丑就丑了 他不 他不是这样的 他有他的心酸 他有他的悲欢离合 他是已经具备了这种所谓的character actor 就是我把它叫成一个明星配角这么一种特长 偶像崇拜 我听着就想吐 这里是舞台剧疯狂的疯狂的排练现场 在这部由疯狂的石头原班人马创作的舞台剧中 黄渤延续了自己以往的表演风格 扮演一位同样是小人物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自行车运动员 如今小人物几乎成为了黄渤的母号 我在旁边观察你半天了 因为他本来就不起眼 他生活中间就是个不起眼的人 他过着就不起眼的生活 所以他不需要说我在镜头前面 特意去展示不起眼的人 小人物的生活 黄渤到现在仍然还是这种 坐在那儿就赖了巴掂的 就那种感觉也还是 就是一会儿敲这个脚 还那个样子 我经常拿他的例子给别的演员讲 我说你看黄渤为什么行 我说他以前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黄渤从走血歌手开始做起来 听起来好像没有像学院派那么正规 但实际上当中他在这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西方叫做街头智慧 总之肯定是生活给了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让他能够体会揣摩到小人物的心理 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很多观众并不知道 就是这个因扮演小人物而走红的黄渤 仅仅在几年前 还是一个做着明星梦四处走血的歌手 喜欢模仿港牌歌星唱歌的他 从小就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 初中有一次是元旦 类似这样每年都有一次的这种学生的这种 这个联欢会 唱了一首唱了什么呀 再回首吧 唱了再回首 虽然人在上面已经哆嗦的不行了 已经紧张了 哎 效果还不错 然后就是名声大振 嗓子很有那种 蔡国庆的那种清纯的那种什么 非常棒 毕业的时候留一个本子 每个人给每个人写一句话 一个本子上全班同学都给你写 就是 就是朱远黄渤什么早日成为明星 中专一毕业 黄渤就选择当上了一名职业歌手 开始闯荡江湖 像很多梦想成为歌星的年轻人一样 黄渤也一直在尝试着自己写歌 并把录好的小样送到各个唱片公司 期待着有一天成为签约歌手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幸运之神却始终没有眷顾他 在生存的压力下 黄渤不得不选择到处走学赚钱 并先后在青岛 广州 北京 西安等不同的城市辗转 在唱歌的同时 黄渤还学会了跳舞 他一边在歌厅酒吧里 用又唱又跳的表演方式 演绎着港台流行歌曲 一边寻找着成名的机会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十年 黄渤那时候我是送上门 到了一个演出单位 你看我会唱歌 那你唱一个吗 你唱一个 我会跳舞 那你跳一个吧 他跳一段舞 你还会什么呀 我还会连唱带跳 那你连唱带跳一个吧 完了 您看我们能参加你演出吗 说不好 对 因为经常在那种场所 就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的就是骗你 我们有一次圣诞节 我还带着我自己的舞蹈队 然后就去一个地方 一个人也是信誓旦旦的 答应你的无若干条件 然后演出 演出完了还是受骗 整个舞蹈队 加上我们几个 最后总共身上剩下 身上剩下十块钱了 你发现突然 这等于是你理想的那东西 根本就不存在 早上起来 你就会琢磨好长时间在床上 今天干嘛 就觉得这一天 马上又要花花花过去 这一天一天一天 其实自己年轻的这点时光 不能就每天都被冲到马桶里边去了 就在黄渤激进绝望的时候 他的生活却突然出现了转机 20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没有任何影视表演经验的黄渤 被朋友推荐到 一部名为《上车走坏》的电视电影中担任男主角 来人说那得看看吧 我记了一个 我们就是演出的时候 在外边上天的一张海报 导演就惊着了 导演说你在找的演员太不靠谱了 说咱这个戏是朴素一点 不能找这么帅的 然后高虎我看 高虎我这一听 说不可能 怎么可能帅 我看他这个戏照片 我看看 然后高虎拿照片看看 一看 没事没事 你这样来了 没怎么帅 这时的黄渤根本不会想到 正是这次从影的经历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电视电影《上车走吧》当中 黄渤试演了一位 从乡下到北京闯荡的农村青年 影片中的他显得十分土气和拘谨 完全没有了酒吧歌手的影 在哪儿的 我也不知道 去茶花吧 咱快怎么走 你不懂吗 什么都不懂 让怎么着怎么着 也没经验 经常绕着机器背后了 还在那儿演 然后经常出一笑话 自己就喊停了 大姐 安哥说两块 这孩子怎么这样 两块 谁呀你 干嘛呢 要饭呢 收啊 还行 第一天下午就开始有好转 到第二天的时候就 几乎就进了状态了 他会在时时刻刻地观察周围的人 然后把他存起来 存起到他的记忆的仓库里面去 当他用的时候 这些人物都会活灵活现地 出现在他脑海中 经常有点学别人 包括民工里边 有点口吃 有点什么结婚 其实也是平时老一个哥们 平时身边就有一个哥们 特好的哥们 在一块玩的时候 就经常胡闹着 学人家 在开玩笑什么的 其实后来都用上了 三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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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点儿是什么 你手里那么酸 心都少在下车 你本来都好合适 三零二 喊出来 大车没有上小车了 确实是从人物形象 从性格来说都是非常鲜明的 这个跟他自己就是后天的这种 他的这种积累 对生活的积累 和个人社会阅历的丰富 都是有非常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这个仅仅用十二天就拍完的影片 在第二年就获得了第一届电视电影百合奖 和金鸡奖第一次设立的最佳电视电影奖 黄博在片中的演技也受到了业内的认可 此前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他 竟然做到了明星大腕云集的金鸡奖颁奖典礼的嘉宾席上 这忽然又去这儿人 咱们去那儿 又天天是颁奖典礼什么的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再慢慢后来你就发现 好像这个工作还挺适合我的 然而演艺界的竞争程度 远远超出了黄博的想象 在上车走吧之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 除了在两部毫无影响力的电视剧里 出演无名无姓的小配角之外 他几乎无息可拍 当时在这没有那么多戏让你拍 没有那么多戏来找你 那干嘛怎样待着等着 还是继续去唱歌厅 唱歌厅你就觉得已经失去这种兴趣了 你就没有意义了 不久黄博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虽然多年的歌手生涯 让他拥有了出众的才艺 但是此时的黄博却没有料到 自己的形象竟然成为了 他通往演艺圈的最大障碍 因为当时他确实是就从他的身高啊 从形象啊各方面 确实是做演员来说 一般化就从外形条件来说 在外形条件毫无优势的情况下 黄博连续考了两年 才终于在2002年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配音专业高职班 和那些形象嗓音 都十分出众的同学们相比 黄博显得很不起眼 对他来说 几乎完全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 我说想演一个外国的什么什么伯爵 什么的 你不可能 谁让你演啊 有的是这样合适的 你怎么可能去演 我说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你的角色 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个戏 叫《盛景》 一个爱尔兰的一个戏 然后他看完以后 他就不屑一顾 反正有点代工 消极代工就演牌 但是不动情 不动心 最后我就生气了 我说黄博 你不上课也可以 随便 你可以补拍 没有关系 但是我只能说明你浮浅 你当局者迷 老师为什么是老师 因为他比较清楚地 能看到你的动向 他会放弃他自己 我觉得这点他会放弃 然后去接纳 这方面目猙獰 心肠歹毒的脚 让上帝惩罚他们吧 所以这部戏后来演的时候 反应的效果特别的强烈 而且就是黄博 其实这个戏就是黄博的戏录 演一个盲人 演一个乞丐 真的就是黄博的那种 这种小人物 生活中间的底层人物的心酸苦辣 用方言进行表演 一直是演员塑造 小人物形象的一种有效手段 对嗓音并不好的黄博而言 这种表演方式显得更为重要 他不仅成为了黄博的招牌 而且也给他扮演的角色 增加了不少真实感和喜剧效果 黄博很聪明在这一点上 他知道我有这个人物的形象了 但是我要让人物 这个人物鲜活起来 要让他生动起来 再加上一种浓烈的地方语言 那真的就是说 让这个人物更准确 一 二 三 咱们一块拍的短片的时候 叫她摇摇我们的女孩 然后在旁边上 她会摇摇女孩 办法员的女孩说 那个 刘先生老师 这手抱我腰 你别抖 什么我痒痒 待人就能坐 我看有多么紧张 脸一点看不出来 奇迹正常 就是手贵的 我逗我头 寒暄之后坐下来 然后不喝酒 喝茶也没有关系 抽上一两根烟之后 它就会让大家都喜欢它 由于在上车走吧当中的出色表现 2005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黄博 再次受到了同一位导演的邀请 在一部名为《生存之民工》的电视剧里 出演一个重要角色 此时导演宁浩正在筹拍一部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 黄博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 很快 宁浩决定让黄博出演剧中的一个小配角 黑皮 提前先说了可能钱不多 这个戏 然后因为当时用高清拍 用高清拍就代表了你没太有钱 所以用胶片很贵 所以拿去看一下 然而剧组的实际情况 却还是大大出乎了黄博的意料 在整个剧组当中 除了主演郭涛还算小有名气以外 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 几乎都没有什么电影从业经历 但是对于刚刚毕业默默无闻的黄博而言 他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机会 他从来不挑剔的 就像说白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一样 就说只要有吃的就可以 他很聪明 他会看完剧本之后 他会自己就会有很多设计 然后会去找很多生活中的原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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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喜欢当时警警打电话的时候 就那段我觉得很准确的 把心态演出了 即使白脸 饿了好几天 然后身上要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 每天一洗 水一冲 浑身下边 下边地下全都是黑水 不骂人是不对的 好人到那时候都得骂人 这个笑到录音师都急了 就所有人都笑 就一遍一遍拍 因为都是笑声 最后就没法用 最后大家就张着嘴 所有人都张开嘴 把嘴张到最大 就不笑了 在现场有的时候喜欢故意过一点 过一点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 把它作为最后的一个东西 是为了给自己提 给自己提点戏 那时候站着几个垫 这不是划钱 那你就两个手都做吧 两个手都做了 你选择了这个行业了 那肯定是你喜欢才去干的 这同时会给你带来N多N多的感受 比如说一开始别人对你的冷漠也好 不重视 你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的各种嘴脸 这是都不太在掩饰的时候 当然到现在你可能看到周围的都是笑脸 都是黄泊不错 黄泊真棒 全都是这个 在疯狂的石头大获成功后 黄泊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开始片约不断 并受邀成为了各大文艺晚会和颁奖典礼上的嘉宾 2008年底 由黄泊主演的三部喜剧电影将同步上映 这一年也是他闯荡社会的第15分年头 所以干这汗容不容易 不容易 干这汗难不难 挺难的 但干这汗快不快了 也快了 所以呢 都没 是让你喜欢了 30%的不孕症是因为输卵管堵塞所致 这种疾病曾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他用20年时间潜心探索 终于找到打通输卵管的方法 下周一同一时间请收看人物栏目 无孕症治疗专家陈亚琼